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相关的发言引起争议 他认为必须针对过去在戒严时期的一些 检警司法人员等等 来追溯他们所谓加害者的相关的责任 可是这个说法里面更引起争议的是 他直指侯友宜就是一个头号典型的代表 有人说这根本就是一个侯友宜条款 甚至说这本质上就是一个 在民主时代东厂的复辟相关的讨论 我们邀请所有来宾 我们就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进党副民主党徐佳青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大政治系硕士专班的总顾问 彭锦彭老师 大家好 这是评论员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相关两位当事者 一个是侯友宜大队长 一个是跟他竞选的苏贞昌 前院长就这事情最新的早上发言 说一下说那个促转会今天够被发爆料说 点名你是这个最恶劣的转型争议的力量 赤转会沦为东庄 作为险战的打手 锁定佛友谊那些荒唐二职的语言 令我非常的遗憾 也来过 当年民进党有很多的理想跟报复 现在的执政党 作为用促转会当政治斗争的工具 蔡英文总统 你能让促转会这样做吗 你能够对得起 当年白报理想的民进党的前辈吗 更能够对他们 所有的民众们 能够交代吗 报导说 好像这个促转会 也要真的很有意误 那些割料来进行 那这外界解读说 可能是不是促转会 因为这些新的打手 你能够看这个事情 过去人民受到许多的厌决 和苦难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好不容易 才有促进转型正义的机制 正要开始走 这路还很长 这不是为了一个人 一场选举 或一个政党 官员 讲话 不适当 非常的错误 非常的不适当 OK回到现场 这是今天这个初刊的周刊 他的内文的封面 以及他做的一张 所谓插画的示意图 促转会沦为选战的黑手 那谈话内容有曝光 那直主说他有个录音档 副主委张天青秘密召开会议 打猴友谊 他用一个插图 做一个示意图 包括这个副主委张天青 研究员萧吉南 包括副研究员张世越 另外研究员曾建源老师 我们等一下大概15分20分的时候 会跟研究员张建源曾老师 就连线 请到他一些相关的 他所知的内情 以及对整体事件的评鉴 那这张插画 比较我用cue 一个比较不正经的语言来讲 他把侯友谊 做成一个指人 躺在那里给他砸针 OK相关的一些报道内容 容我用一些文字 来做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那没有操作 太可惜了 副主委秘密召开 打猴会议的时候 对话曝光 他说如果没有把侯友谊 拿来操作的话 实在是很可笑的 那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 委员会副主委张天青 8月接受电台专访时抛出 促转会将参考 欧洲转型正义的经验 严拟制定除够法 除去污垢法 追究威权统治时期 在228事件 白色恐怖 戒恩时 检警司法人员等 加害者的责任 预计9月邀请学者 研究国外制度 就开明年中提出草案 这项立法宣示后 选及引起相关的争议 那招批是冲着 他们就公开澄清说 这个事情跟侯友宜无关 也不会做选举操作 但言由在耳 张天青很快就召集内部会议 点名侯友宜是 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 要求其他研究员加班 也要找出各国类似 侯友宜的案例 还说这个如果没有操作 很可惜 有内部人士生怕 促转会会沦为选战打手 特地向本刊爆料 还原张天青 会中种种离谱的言论 委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说得蛮突发的 一早群组就叮叮叮叮叮 就开始在谈这件事情 你在看法呢 真的 我看到那些对话的内容 真是不敢置信 这是我们民进党标榜 民进党一直标榜 说促转会是要追求公平正义 蔡英文总统说 是要和解 不是要斗争 结果完完全全是相反 这个促转会 其实没有要和解 他就是斗争来着 而且还参入2018年的选战 挑明了一个侯友宜 想要抓出来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恶指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要说 当时民进党提名了张天青 任命张天青的是谁 是谁 是蔡英文还是赖青的 请讲清楚吧 大家都知道过去张天青 跟他的太太杨芳婉 跟蔡英文的关系 其实向来密切 张天青不是现在才当官 之前先担任了陆委会的副主委 所以他的人事任命 蔡英文脱不了关系 是不是蔡英文属意 他担任这个职务 那他适不适任 适不适格 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是蔡总统用人 有这么大的一个错误 蔡总统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总统府发了一个声明稿 说不认同而已 你要为你用人的错误 你也应该要道个歉吧 我觉得他的行径 已经嚣张离谱到 是内部人看不下去 录了音 然后提供给媒体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用人的人事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执政党 我们那个民进党 选民这么多的选票给他 结果他的治理到现在 让大家看到是非常的痛心 这是堕落 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副主委 他领的钱 促转会的副主委领了多少钱 一个月的薪水少说 也是一二十万来着 然后你拿了国家的钱 然后私底下在搞斗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能被原谅的 不只是他自己请时下台而已 我觉得监察院应该要进入调查 把他这一些失职 包括之前陆委会副主委任内 有没有一些失职的情况 一并调查清楚 而且他所领的公堂 应该要追究回来 是 我今天早上一早看到新闻之后 我大概七点我就拨一个电话 给黄黄雄主委 也跟云友报告 黄黄雄主委在下午一点半会召开 记者会对外做正式的说明 电话接通 我就还是很礼貌说 老师老早 今天一周 镜周刊有相关的报道 他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好意思给你叫了 我也把电话挂了 我想让一个政治的老前辈 长叹三声 民进党要多了解 这三声没耐 后边是在没耐 什么东西 一个跟民进党奋斗一辈子的 黄黄雄黄委员 接到一个后生晚辈的电话 说这三声无奈 代表台湾民主 是为什么发展到这个时候 要吐出三声无奈 我就这个大家共同思考了 知青人士也指出了 张天青8月20号下午 跳过主委黄黄雄 及委员会议 这在内部的程序争议上 可能本身就有问题 直接召集幕僚开会 主秘许君卢 研究员肖吉南 曾建元副研究员张世月 吴沛龙等人出席 第二次会议则是在8月27号下午 成员包括曾建元张天青 秘书等等的一些出席 助转会秘书研究员肖吉南 在张天青召集的会议中 赞藤张的做法 更高喊出响亮的口号 投侯友宜就是投污垢一票 根本已经把选举的概念 拿到一个转型正义的 神圣殿堂里面去做讨论 适当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充分讨论 但是我是觉得 真的要更谨慎一点 这个先生也在会中表示 各国除够法的情形 侯友宜可能是例子之一 但是会议的主题不是侯友宜 而是欧洲有这么多国家的人 做人事清查 台湾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要做人事清查 嘉兴这个傅秘书长 看到这个新闻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很痛心啊 是 举措 对于处展会 这样一个历经这么久的时间 大家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曾经发生过的错误 历史上曾经的这些痛 可以有一定的程度 让真相解开 然后让曾经犯错的人 了解他的错误 让未来的世人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是我们成立处展会 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 过去不管在东西德的时代 或者是在南非 种族隔离的时代 都有类似这种真相调查委员会 促转会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存在 那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后代的世人 不了解历史曾经发生过的真相 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和解呢 那所以真相的追求 是第一步的开始 那这个真相的追求必须站在一个 不是以个人情绪 以个人立场 政治党派为出发点的做法 是让所有的资料 能够做完整的收集 汇整 然后予以解读 解读公布以后 让后面的人了解 在了解完以后 被害的人要选择和解 原谅 那个是他的选择 那加害人也必须在这些过程当中 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 不管他是当时被迫 被要求 亦或是他就是主谋者 都应该为他自己过去曾经做的事情 跟这个社会道歉 跟被害人道歉 这个是整个机制成立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跟目的 那当然揭发这件事情的 这一位内部的工作人员 就我所了解吴佩隆女士 他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我认为他在这当中 也很清楚地彰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台湾人 深化民主这件事情 已经在他内心变成是他的价值了 我并不否定他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讲 深化民主的这个过程 确实是需要有所有的人 大家共同来亦步亦趋的注意 不管你是执政亦或是在野 我也不认为国民党在此时此刻 好像抓到了一个服务 突然之间觉得说 所以促转会 这个根本就应该要裁测掉 我当然认为张天青副主委 在这件事情上是犯了错误 而且是一个完全违反我们基本价值的错误 但是他个人的错误 不代表这个所有的促转会内部的人 这个组织的震荡性就没了 OK 对 这个是两码之事 我宁愿相信说 这个社会就像我们昨天前天 看到一个日本人去踹卫安符的铜像一样 我非常愤怒 我也非常不以为然 这个日本人是丢了日本社会的 大部分日本人的脸没有错 但是我们解读应当是他个人的行为 一个社会总有一些极端的人 用他自己私人的欲念 去强加在某些事务上面 可是这都不代表这个社会 整体的人是对他认同的 所以他回到日本 他有没有受到日本社会的打发 我相信是有的 而且也已经发生了 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 国民党的朋友要出来谴责 我没有意见 但是要无限上纲到说 所以他总理要道歉 所以他添谎要道歉 所以他的代表处要道歉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两码之事 难道台湾没有过詐欺犯 在国外犯罪吗 如果其他国家要求总统道歉 我们要怎么面对呢 或者外交部长的这个 要道歉我们怎么面对呢 有些事情个人行为 行为如果是属于私人领域 我觉得个人去负责 但是张天津副主委的角色 他是一个公职 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是要非常严肃的面对 他不是代表个人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会对促转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促转会我刚刚讲他一时公信力必然会备受挑战 而且我相信接下来因为促转会是一个还没有通过预算的组织 接下来他到立法院这个会期必然会遇到像王委员 他们强力的杯葛跟挑战 但我对于这样的过程了然于心 但我只希望大家理解一件事情 就算今年我们杯葛了这个预算 促转会不再进行 但是不代表这个社会的真相 过去对台湾人民也好 对这个社会很多不对的事情的残暴的历史 就因此应该要被掩盖住 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 对于张天津主委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不但是不予认同 而且我也认为这确实是违反了促转会 成立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过去就算他指涉的对象侯友宜先生 有过什么样的在这个威权时代的作为 那也应当经过严谨的调查资料的收正 以及予以清楚的解读以后再予以公布 并不适宜做各种的提前新闻的操作 我觉得选举是一回事 每一个人都想赢这是人性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追求的是一个 长期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而这个长期民主政治的发展 无论执政或在野都有责任要去维护它 所以第一时间我甚至认为 昨天晚上这件事情 张天津主委大概已经准备好他的辞呈了 又他刚刚已经发布了他的辞呈 他就是已经准备好他的辞呈了 而且对于这件事情 本党的态度也是非常清楚 我们也认为这件事情是十足的 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信念跟价值 那新天苏贞昌的院长他也针对事情 做了他很清楚的态度的表达 选举攻防是一回事 国家历史定位的调查 过去转型正义错误的这一段真相 还是应当被清楚的解读 大家也不要想说 因为这个张天津犯了错误 所以我们就此就不要一个促转会了 因为曾经走过了 为什么要做这段调查 我讲得很清楚 最后一句话就好 我们为什么要处理慰安妇的问题 正是因为在过去 日军曾经发生的错误 我们不应该让它继续发生 过去在国民党的军中乐园 也曾经是对我们的女性 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也不应当让它再发生 所以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去打发这些人 而是要提醒我们后代的世人说 追求和平 关保护人民的权益是多么重要 OK 非常谢谢家历发言 我们现在线上是 这个处转会的研究员 也是中华大学的教授 曾建源曾老师 老师你好 老师 曾老师 大家好 喂 老师你在线上吗 听得到很清楚 喂 很清楚没问题 现场PA有吗 OK 有 老师 好 那我们重新连线 我们再回来现场讨论了 OK 那最新一早 这个总统府也就相关事件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了 总统府说 伤害促转会认为 这个张天青的行为 是无法认同的了 那这个引起轩转大破的事件 至于总统府说 对此总统府稍早表示 这伤害了促转会的公正性 与中立性 完全无法认同 对此总统府也随即发了声明 转停阵营的落实是 国家在民主巩固 深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更是国人所高度期待 总统表示相关工作的推动 并非针对个人 也无关政党间的 这些斗争竞争等等 过程中独立客观的态度 确保更是关键了 对于媒体报道有关人员谈话 若为属实 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适当 也伤害了促转会的公正性 与中立性 我们无法认同了 老师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学者 这个事情说的 我是觉得不应该发生了 那怎么会发生呢 您观察这个发生 为什么 我觉得很意外 真的很意外 其实刚好发生 这个傅老师 刚好傅氏 他是一个台湾在民主政治里边 发展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一天到晚就听他 他在讲说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做法治 但是我们经过了这样的 几十年的一个民主转型 居然发生张天青这样的一个发言 我觉得真是太遗憾了 他的话我稍微讲 这个引述几句 他说你看何谷宇 这个如果没有操作很可惜 我就是要当选战打索 我就是锁定何谷宇 我就是不讲法律 不讲证据 就是要找个例子 来定何谷宇的罪 民进党那八个立委 就是我的侧义 他们本来 我们本来是南厂 现在变七厂 要升格成为东厂 我想第一件事情 就是蔡总统你真的要好好道歉 因为你用人这两年来 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们就拿了个北农来看的话 吴英玲他有什么样的资格 能够当北农总经理 就算说已经发生了 人家觉得说不适当了 一点都不退让 那么现在张天青发出这样的一个 他不是一个素人 我们应该讲说他不是素人 他已经有公职经验了 结果他居然可以讲出这些话来 他告诉我们 蔡总统你真的好好检讨一下 比方说沈乎雄他提到说 我们现在最面临 国家最严重的一个财务危机 就是有关于劳保的问题 那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说 就只有一个人不同意 那是谁 很简单嘛 就是蔡总统嘛 所以蔡总统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子 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怎么办 当然我觉得刚刚我们徐文明长所提的 我也赞同啦 我们应该让真相还原 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历史本来是什么样子 这没有错 但是今天碰到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立刻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举结束 甚至于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先搞清楚 促转会到底人能不能找出真正的人 否则暂时停止运作 一定要停止运作 因为他背后告诉我们 促转会迅用完全破产 我相信不是一两个人 是很多个当场在场的人 如果听到这些话没有站起来 立刻离席 甚至于抗议 我都觉得他们是共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立刻停止运作 那么接着下来 除了张天青以外 我非常尊敬的黄汪雄 黄主委 我希望他考虑进退 OK 是 这个下午主委会召开 记者会 所以我最后要讲是说 国家名气 以及我们未来 整个国家社会的一个发展 都是领导者 必须要承担责任的 用人用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考察 没有考察 就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好 曾老师你在线上吗 建元兄 喂 老师 是 老师 这个今天早上是相关新闻 你应该都了解他的一些内容 OK 这个内部会议 你有亲自在里面参加吗 对 有 OK 那你听到相关的 像这个张副主委的一些说法 你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 您事后的 有没有一些心得再次的沉淀出来 想听听你的说法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那个只是一个 就是我们经常 有什么样意见的话 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讨论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就是比较熟的 请问这个同仁 然后就交换一些看法 那当然这是因为他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所以我想就是说 就是说每个人他的一个 也许他的政治形象或他的感情 就很自然就特别要露出来了 是 那个曾老师 您一再强调说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问题我认为严重就是在不是正式的会议 一个政务官如果在不正式的会议里面 不断的透露出他经常性的价值判断的话 您认为未来他在主持正式的会议的时候 他能够秉公处理吗 或说他会很有能力去处理说 私底下我有一套 台面上我有一套 您赞同我这种很奇怪的观点吗 老师 其实我是认为不用担心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助长会他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不需依法行政 那么法律上规定就是他不需要超越党派 来独立行使职权 第二点呢 助长会他是一个合议制的机关 所以并不是说主委或副主委 或任何一个委员呢 他说了就算数 所以这点我想我们也不需要了解 就是那个 作为一个合议制的一个独立机关 那么当中任何一个成员 他的一个特殊的特定的政治倾向 或者他特定的感情 其实对于那个集体的一个意志 我想那个他影响是有限的 是那个老师 您还是对于说这个促转会的所谓 委员制的集体理性 您有信心 但是我套一句 套一句现在网络的流行话 但是一个有权力的副主委 如果他透过私底下的说法 或是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亲近的人 开始在所谓 带风向说成像起风 您觉得您所相信的集体理性 经得起最后的考验吗 另外一个最后问题想请教你 你是一个长期研究 相关历史议题跟法律议题的一个专业学者 您本质上专业上 信仰上您同意张天心副主委 这样子的说法吗 哪怕是私底下的说法吗 两个问题 对 他私底下的说法我当然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职权 跟我们的这个 法律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当然是不符合的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意见的交换 我想我这个部分我是不愿意去 就是说那个态度或者是意向的这种表达 那因为我是跟他比较熟悉的 我是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了 但是呢我们在实际我们在执行 其实我们直选的时候呢 那个我们心中的一把尺就是 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OK好那非常谢谢老师您保贵的时间 不好意思谢谢您的连线 以后我机会再进一步向您请教了 那今天的周刊里面还有一段内文 读起来说实在也蛮奇怪 听起来很听 讲话的是这一位 他是促转会的研究人叫肖吉南同学 他说我自信我就是要当绿色的 对民进党的侧议 组织会议的张天心越讲越激烈 说民进党立委一定非常关心此事 而国民党立委一定会骂促转会操弄选举 并只是这个议题要掌握故事 已经开始有非常现代政治行销的概念 要编成一个故事 越讲这有点越过分 肖吉南也附和说 这一类的电影很多 未来若准备故事跟搭配电影 才能够让大家讨论引起回响 要借这个机会强化促转会的正义形象 张天心更说我绝对是带着钢盔上阵了 里面的话很有意思 他说立法院开议后 民进党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八卫委员 都能够当处转会的车译 刚才老师有相关提到 所以他一点都不在意 那这个肖南肖吉南说接话说 再怎么野蛮也不能砍正义 要操作这样的意向 再怎么野蛮也不能砍正义 我倒是要提醒一下这位同学 我们过去常开玩笑讲这句话 还没有转型正义 正义不能先被转型了 你一不小心已经把民进党 长期高举的转型正义 你自己把它转型 你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了 思琪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很难想象 怎么可能可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昨天看到报道之后也吓一跳 然后我就赶快问了一下 试图找到张天青问 那我现在讲一段他的说法 就是说他其实在那天的会议当中 会议大概蛮长的几个钟头 然后其中这一段被截录 录音档被流出来 那整个会议他说 重点是在讨论那个制度 那为什么会讲到侯友 是因为8月22号的时候 联合报登了一个头版头 关于促转会的新闻 然后8月23号的中评社 直接连接到侯友宜 所以这是侯友宜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 其实是在中评社 然后就用了联合报 前一天的报道说 促转会的这个怎样怎样 然后就是要对侯友宜 那所以他们在会议当中 其中这一段侯友宜就登场了 就讨论到说 最近我们促转会的新闻 就被顺便带上来 对就顺便带上来 他就登场了 那促转会其实高度 故事在这个地方 选举的高度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用这个层次 去做这个层次的事情 显不相当 非常不合理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也都理解说 你本来是具有高度的 你本来是具有一个 一个历史的责任的 可是你却自降自己的格 跑去做选择的打手 这的确某程度掉入了一个陷阱 就是说你们要做的是转型正义 可是其实你们做的是一个 报复的心理 我觉得那个的确非常不妥 那你刚刚特别点了萧吉南 萧吉南他这个人的个性 我知道这个人他年纪很轻 他是台联的李登辉的 李登辉那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也选过 议员还是立委 议员他选过议员 对那这个人我相信他 在谈到这个选举的时候 因为本来应该是这个高度 可是被降成这个高度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 报复的选战的那种斗的 鹰派的心理出来 所以就会有那段那些的谈话 非常不好非常不应该 所以我觉得张天青 我相信他昨天晚上 天哪他也没想到 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他也试图跟我还原说 当时那场会议主要是要干嘛干嘛 所以我会认为说 他的请辞也是对的 因为侯友宜过去的行为 符不符合转型正义讨论的case 这个事情如果现在在选举 你就留给选举这个层次的人 去进行讨论立委啦 然后选战的相关人 你们要去做政治上面的 这个选战的操作去打OK 但是这件事情不应该有促转会来做 OK 是两个不对等的城市 抱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面向 过去侯友宜在刚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个要不要提名要不要参选的时候 事实上民进党帮我程度发动一波 对他的恐怖 就引射说当初那个 就是郑南荣他那个制焚的现场 说那时候是中参分局的刑事组组长 就认为说你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不当的作为等等 那侯友宜方面做很多澄清 包括现场带队去的 也不是他是那时候的民权二派出所的所长 那包括去踹门的那一脚 那个警察在警戒横我们叫大脚 因为他那个脚非常大 那有一次那华干还讲他一段故事 那个脚门口留一个这么大的脚印 说那个脚好大 他因为发生了火警 他立刻把门踹开 而且他们出示说相关检察官 法院出示的鞠票等等了 所以事实上这议题某种程度也是就是从巢 那委员你怎么看 对于这次的选举会有实质的影响吗 是民进党的猪队友出现 还是真的打中了侯友宜的要害 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层次讲 第一个就是说促转会他本身在设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标局着公平正义 而且要做公平正义的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受到质疑了 因为蔡英文总统任命了张天青 而张天青他今天所有的发言已经被揭露出来 那所以你当时在人事任命的时候 有没有用一个超然客观的立场来任用人事 现在证明没有 所以你用了一个自己的人 对民进党效忠的人 导致的结果是这样子 他一心一意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想要 为蔡英文跟民进党效忠 他已经不分清红造白了 所以选战到的时候 他自动把自己变成是一个选举的机器 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冲击到民进党 就是说你所谓的口中的公平正义 你所谓的追求历史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你到底是要做真的还是做假的 还是这只是你的棋子 你私底下都是在做一些斗争的行为 我觉得这件事情 透过张天青他这个个案已经曝露出来 让全国的民众对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信心 未来由民进党喊出的公平正义 没有人要相信了 因为你从用人就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才是联动到选战的层次 当这件事情不被信任的时候 民进党就是用所有的手段 在选举这一中 动用国家机器想要介入这个选举 那这场选战人民会做出判断 因为大家希望是一个公平的选制 当你做过头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一打刚好是有助于侯友宜的选情 侯友宜今天讲了一句话很经典 他说选前的时候民进党的人跟他接触 把他捧的是一个英雄 就是说你就是表现得太好了 你可不可以再批上我们民进党的战好出来选 那他非常痛心的是今天他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之后 变成是被斗争跟抹黑的这个打压的对象 所以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民进党心中有价值吗 是你的人你就觉得是英雄 就是不会去攻击你 一旦不是你的人 英雄马上可以变成是一个 你是该被转型正义的一个焦点人物 那这个价值不是很错乱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民进党伤害会非常大 不是张天青他个人的问题 是这个政党不被信任的问题 而蔡英文总统正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也是我们的总统这样的一个人事案 冲击到绝对不是他个人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的用人的问题 也会被彻彻底底的检验 所以我只能说苏贞昌他大概心情会很烦 因为他本来选情就不好 离侯友宜就一段距离 这个事件再加压下来 这个整个是全部爆开了 我敢预言新北市这一局已经选完了 就是侯友宜了 侯友宜已经完全被大家看到说 他是这么极力的被民进党全力的打压 所以大家会更挺他 不幸的话 我觉得ETJ可以 这一个礼拜再做一个民调 那个差距你们上次做的民调是差了20% 我觉得这一季再下去 是不是他真的不用选了 是 佳琴刚才这个文会员说 蔡总统 蔡主席都用自己的人 对民进党效忠的人 对于伤害陈美党选举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民进党的形象 包括他的价值信念的体系 更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转型正义这个神圣的 我用癥结牌坊会有点封建保守 不好意思啊 可能也不用程度被玷污了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如果用的全部是效忠所谓民进党的人 那今天会出现这一篇文章吗 已经打破了这个说法 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不要用绝对 一跟零的概念 上面的要值 我必须要讲这一位也是副研究员 他也是有一定职务的人 因为除了主委副主委 接下来就是研究员跟副研究员 他们都是有一定层级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这是个转型正义的促转委员会 它是超越党派 所以各党派的人都在里面 都是有的 不是都是民进党的人 这个 我插一下 没有国民党的人 我再说这里面真正只有党籍的 只有张天青一个人 其他人没有一个人是民进党的党籍 我确定曾建源也是没有党籍的 对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觉得讲话的时候 不要讲得这么绝对 第二个就是选举有没有选完了 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在我看来就如同刚刚吴佩玲小姐 所接的这一句话 她在这篇文章里面 同时也提醒了国民党 如果以为她揭发了这件事情 那张天青的行为不应该 而国民党又用同样的方式来骂 那他们就跟张天青是一模一样的 我刚刚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我老实讲 侯友宜先生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可不可以被检讨 可不可以被检验 当然要 苏贞昌也是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么快 我觉得就要跳过说 所以我们以后不用再检讨任何事情了 选举已经结束了 这符合民主的常态吗 这对得起新北市的市民吗 我觉得一马归一马 张天青他在一个私人的会议里面 做了这样不当的表述 做了这么多错误的指示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也认为他根本就不适合 根本就不应该 根本就是错误 但是对于选举本身 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 还是会很清楚想要了解 他未来要选择的对象 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过去 有什么样的现在 以及他的思考是什么 难道这些东西都不用再讨论了吗 如果按照刚刚王毅 王毅元的说法 就是这一局已经选完了 所以大家接下来 如果再有其他什么人提出 任何质疑的时候 他都可以用这个说 因为张天青曾经讲了 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用相信 选民要的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检验 而不是这一种以斗争为出发 然后以抹黑为出发 而且是动用国家机器 别忘了 他们领的不是民进党的薪水 而是政府的纳税人的薪水 做这样的事情 选民不会原谅的 我同意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清楚 我说他是一个公职 而且不要说他是私下的会议 一个副主委叫了主密 叫了研究员 叫了副研究员 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议 我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兜不起来了 张天青自己的说法 说我们什么私下会议 我开了好几个小时会议 是要讨论正式的议题 结果刚刚跳出来的人 帮他讲的又说 解释成说这就是私底下 我们几个人比较好出来 我觉得这都已经荒腔走版了 而且我们要直接问 请问来参与开会 如果是私底下的会议 最好不要报加班费 会不会好几个小时之后 还要报加班费 然后一边口说私底下的会 一方面还要领我家的钱 我觉得真的听不下去了 这个嘉庭请继续 不好意思 我有点遗憾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王委员非常激动 当然激动 这是让全民非常愤怒的事情 可以去做民调看全民愤怒 我认为他非常激动到他已经 忘了他是一个国会议员的角色 国会议员是一个平台 他是要为全国人民来共谋福利的 他是一个不分区的委员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他要高 所以我们更遗憾司法大致的委员 有八位委员要轮尾测 现在我可以讲话吗 张天继续说 是请说 你插话三次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提醒 刚刚吴佩玲小姐写的这一篇 副研究员 他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 我也希望想讲一段 让大家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张天兴副主委做了这样不对的事情 而这样不对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检讨 本党没有护航 本党也没有认为他是对的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认知的 第二个 我们也认为他就是一个公职的角色 他愉悦了他的奋计 他辞职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护航的 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认为刚刚王委员 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我们讲话 再来 如果在野党拿这个事情继续操作说 这就是张天兴的选情在影响 他个人企图影响选情 这个是我现在忠实的 吴佩玲的话 他说那我必须说 你们就跟张天兴主委一模一样 眼里心里都只有政治操作做这件事 他说他做这个只有很单纯的想法 就是台湾适不适合立除购法 这个法对于推动民主是否有帮助 真正的威权者 他的灵情还坐落在这个土地上 而他的后人还不愿意帮他的先人入土为战 他入土为安而继续做事台湾社会为了他留下来的事物纷扰 难道我们只能当个鸵鸟吗 我这句话也要问问我们王委员 国民党有对这件事情做过任何的反省跟检讨吗 哪一件事情 威权时代的白色恐怖 威权时代所做的这些对人民权益的打压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也都道歉赔偿了吗 没有做出来吗 没有 228事件没有做出来吗 你没有看过马总统每一次228事件到的时候 他都是道歉吗 然后他也认为应该要回复吗 这些都无事吗 不是 如果你们无事我也没有意见 佳馨来你说 那只是一部分 这是为什么 所以你为什么说国民党都没看见 不是 国民党还是有人有看见的 我没有说都没看见 我是说没有看见吗 我没有说都 请你要注意听我的话 所以我们有看见 过去到现在 国民党是用这个态度在面对 国民党用这个态度的面对 至少马英九总统他是很真诚的 面对过去的历史 他认为不对的事情 他其实也愿意代为承受 然后代为道歉 我可以讲完吗 你现在只打断第六次而已 过去到现在 过去到现在 如果马总统愿意 如果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也通过了促转会 他也主动的让党产归零 今天大家会在这里讨论吗 不需要 他不是就是要去处理党产吗 结果被人框一个说 他不可以去卖党产 No No 党产是国家的怎么可以卖 你看这样的态度 在今天依然 他还可以笑笑的讲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今天这一段 张天欣做错 我们全党一致答发的同时 国民党只站在一个 见烈心喜的态度 而不是在建一个国家 我们觉得这是 未来怎么长治久安 令人民被害悟的事情 未来怎么透过历史的检讨 能够找出一个过去发生的错误 不再发生的方法 你不要把国民党所有的人 都讲成是同样的人 有人在点讨 也有人在面对 我请教一件事情就好 国民党所有的档案资料 愿不愿意提供做历史的研究 就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了 如果刚刚如同我们王委员 这么义正言识的讲 为什么在前两个礼拜 当我们需要去拿 国民党相关党产的 不是党产 党史资料的时候 希望他们提供研究的时候 国民党用什么说法 用什么说法 请你自己 用什么说法 抄家灭族 对不对 有人这样子讲吗 有 再去翻翻两个礼拜前的新闻 谁讲的 我个人呢 这是国民党的党中央啊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今天 还不能去面对过去的苍八 我们怎么叫受害人 很多人已经入土了 只有蒋宗正还没入土 对不对 还不能面对历史的真相 那怎么祈求 这些受害人的家属 选择原谅呢 OK 是 那彭老师 你看这个事情演变到今天 我想蓝绿之间的政治光芳 一定难免 再怎么说 它有层次不同问题 但一定会有所谓政治 跟现实选举的交集在这里面 您观察对现在的 即将投票的选举 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化学变化产生 其实我是从 非常中立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第一件事情 因为张天青 它是一个公职 我们先了解一下 虽然预算没有通过 但是这个已经在立法院 已经通过了这个法律 已经在执行中 所以刚刚非常遗憾了 这个徐明天提到说 这是一个私人会议 这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这是刚刚来电的曾建元 曾建元刚刚是这样讲 他说的 没有错 因为如果是公开会议 会有会议记录 这是不记录 而且会有开会通知 但是我想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既然是副主委所召集的会议 那么他就是一个很公开的 很正式的 会留下记录的一个会 特别是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委员会 是要促进转型正义 是要让国民党的整个事迹 要把他正面的 把他全盘的 把他表现出来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应该讲说 这不是所谓的叫做私人会议 这绝对是一个促转会 召开了一个会 不管他有没有跳过这个主委 那我想我刚刚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讲说 就因为这样子信用破产的一个副主委的话 在选举之前应该要立刻停止运作 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他跟促转会 刚刚提到说 促转会跟选举政党连在一起 这绝对是一个错的嘛 第一件事情要这样子做 第二件事情我是觉得 民进党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子 这用人不是这样干的 因为我刚刚也提出来一个观点 在这个会议的过程里边 在张天青讲了这一些话之后 有没有哪一位在场的是立刻离席 立刻表达抗议 我觉得这应该要清查一下 他告诉我们是他适合不适合 你认为说现场的承诺代表一种 现场参与开会的人 有哪一个抗议 有哪一个站起来离开的 那这样的话才符合刚刚民进党 从总统以下都觉得这不适当 这么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显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原因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现在在开会 结果你讲的话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我还静静的接受 因为你是副主委 所以我刚才有提问曾老师说 那个带风向的问题 会不会就职场的所谓压力 上层压力的问题 这一定的这怎么会没有呢 这不可能没有 任何一个组织里边的主管在讲话了 他都代表了相当程度的意义 也就是这是一个价值的观点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适任不适任的一个观点 那怎么会没有表达 看起来是没有嘛 看起来是没有 那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促转会这么样一个高度 要来整理我们过去这100年的历史耶 我们中华民国100年历史 是跟中国国民党是完全连结在一起的 你要整理这么一段历史 结果你的高度是我们要来打猴友谊 这太离谱了 是 师齐我们适度把这个时钟回播了 我记得促转会要任命主任委员的时候 有关黄黄雄老师的任命 事实上反对的声音非常大 反对最激烈就是时代力量 没有很大就是实力 就碎碎念他 那民进党为了这个事情 也跟时代力量 有点哄哄了 你是在吵什么 我还记得老科还发了一顿脾气 我不知道是公开 事理下我经常问他 我问他姐问你他有说 他有说太过分了 那我那时候观察老科对转型这一世上 他采取是一个很温和的一种态度跟论述 他认为说他基本上就像我们讲以色列人 认为说这个历史某种程度可以原谅 但是历史不能遗忘 他认为我们要记取是历史的教训 我可以采取原谅的态度 但是历史的真相要记住 因为丑陋的历史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了 那你回来看看说一个包括党团的总招是温和的立场 也相对提名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历史研究派的政治学者 黄黄雄黄老师 那为什么插进去 不好意思我三插一位这位张副主委 政治性格那么强 这是不是有点 我不好意思 会不会你在监军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的准确 是请说没关系请说 我觉得处转会的人事任命 本来就是试图不要造成太大的那种冲突 所以用了黄黄雄 那黄黄雄所以实力那边跳起来 那实力跳起来也是因为 你看他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等等的 那其实整体而言我觉得 蔡英文的处事风格 比较是属于造成社会激烈对立的人 那张天青的性格上面 并不是一个斗鸡型的人 我不认识他 他本个性上你对他理解 他就不是斗鸡型的人 那他是个律师吧 没错对而且是万国的律师 对他就是法律专长 然后所以过去都一直在提供法律上面的 见解的建议等等的 所以他之前在做两岸 然后也是跟法律相关的 那因为法律他是专裁 所以他被找进去 他就过去他的历史就不是斗鸡型的 所以我才刚刚讲说 从这一段话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我要杀杀杀杀 就冲啊我要打死侯友宜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偏 就是如果整个谈话的记录当中的这一段 看起来好像很杀 可是我相信那不是他召开这个会议的本意 就是说谈到侯友宜的时候 想到了选举 他的确在台面上 那他是不是个例子 他可能可以是个例子 然后我觉得会有一些鹰派的人 极难吧 我相信他可能比较鹰派 所以在好论的时候 难免就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非常的不恰当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不觉得张天青的性格上面 是一个纯沙沙沙的 如果他是那种沙沙沙的人 他不会到今天才被大家喊到 所以你都要理解 他不是一个比较强硬派的 来作为比较温柔派的 黄老师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力量 拿大刀砍的那种人 一定很早就会锋芒地露 或者是被砍光了 黄老师你有补充请说 我就补充一句话 台湾已经都在台大法律系的底下统治 这么久了 但是张天青是一个律师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我来念一下 他说我就是不讲法律 不讲证据 就是要找个例子来定侯友谊的罪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法律人不见得会遵循法律的 他可能是懂法律 而且执法犯法 刚好张天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我还是要讲 我们政府在用人的时候 可以多仔细一点 多认真一点 多探求说谁才是最 台湾是最好的人 OK 委员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 中华民国促进转型政治委员会 主要任务的统筹规划 包括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及保存不义的遗址 这些相关的一些追究 贫富司法不法 还原历史真相 并促进社会和解 处理不当党产 其他转型正义的一些相关事项 你认为当初这些利益的背后 如果抛开政党的一些价值观 包括他的意识形态等等 走了这一短短的一段时间 您就认为是不是符合当初创办的旨意呢 我想今天爆发出 这个促转会的副主委 他竟然是私底下 在做这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自己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然后打压特定的这一个参选人 我觉得已经让大家 对照起来就是很讽刺 刚刚主持人你念的那一段 如果真的 我们是非常客观的 来追求历史的真相 然后追求和解 谁会不同意呢 请问台湾社会谁会不同意 但是讲的这段话 跟做出来的事情 如果是彻彻底底的违反 这个本来成立的宗旨 让人民已经无法信任 你真的认为台湾的人民 会被愚弄到这种程度 还会支持这样子继续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刚刚教授的建议非常好 如果蔡政府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用人是可以超越党派 是可以公正的情况底下 这个促转会运作下去 他会走偏了 今天是张天青 明天你怎么知道在这里面 他目前已经任用的人员里面 还有谁 他可能也是带着某种 很强烈的政党的意识 所以您担心整个促转会 有一群张天青们在里面 这是我担心的 OK 他会不会只是代表 这其中所有组成的人员当中的 一份子的一位而已 冰山的一角而已 今天其实民众要问的是 那这个整个促转会 值得被信任吗 我是不知道下午黄黄雄主委 他开记者会的内容会是什么 但是他要证明给大家看 你的促转会不会是打手 不会是政治的打手 你的高度真的有一定的高度 你真的追求的是历史的真相 你要做的事真的是追求和解 因为我只能说到此时此刻 台湾的民众不信任了 这不是在野党质疑的问题 今天为什么总统府会火速的切割 即使张天心解释 张天心第一时间 他不是就准备好辞呈 张天心第一时间是说 你们误会我了 断章取义 所以是高层下令 让他火速辞职的 因为必须切割 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所以我只能说 这整个的民进党的用人问题 如果只想用为民进党效忠的人 那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情况出包 就是居政府要员 但是行政不中立 然后只为特定政党服务 这样的情况恐怕会再出现 是 嘉卿 过去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案件 或许类比不是那么精准 请辞司法院政府院长提名 谢林沛因为有这些争议 当初蔡总统曾经一度考虑 提名谢文定跟林景芳 两位政府搭档 来做立法院院长 政府院长候选人 民间团体这些施改团体质疑 谢文定曾经经手 中立事件 美丽岛事件 江南案 林宅面门学案等政治性很高的事件 是威权体制的打手 却未在送交立法院审议的个人资料中注明 我们知道谢文定 他过去台大法研所毕业 挂着一颗扁担的少尉当军法官 就去做培袭审判 在那边做这些案件 OK 您认为这样子 也来针对谢文定 但是事后他也说 那我就拒绝这个提名 您认为对谢文定公平吗 他事实上在他的司法生涯中 对我们国家的司法独立 有很多非常进步性的个案 我们值得给予加分按个赞 那历史过去 他是一个小的一个所谓陪审法官 去追究他说 你就不应该在那里 这个临宅许案什么法 你怎么会在那个审判席上面呢 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回溯 是不是太严苛 或说应该有另外一个 比较公允的角度去看它 我想听听父母长您的意见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读潘霍华的神学 那为什么特别喜欢读他的神学呢 是因为他在一个纳粹极端压迫 所谓犹太人 以及跟犹太人生活结婚的人 甚至对这些有身体残障的人的一些障害 那他作为一个神学家 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选择不做筷子手的帮手 那就如同刚刚王委员在说 当天的会议有没有一个人离职呢 就是说离席 离席 彭老师讲的 对 彭老师讲的 离席或者提出抗议呢 对 这个确实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很多的体制当中 如果有人愿意扮演那个良心 讲了不一样的话 say no say no 或者是他不一定say no 可是他就采取一个不合作运动 OK 是 吴佩玲不就是其中一个吗 不然今天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讨论呢 那事实上其中有些人 可能也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他不见得认同这件事情 所以我回答谢文定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同样的道理 他当时荣获是一个陪审的 阶级比较低的这个 根本做不了主啊 对 怎么能得到他说话 他在这个体制内 他能够做的事情 一个就说好 那大不了我不干了 他就没有这个饭碗 亦或是他选择一个消极的态度 就是眼睁睁看他过去 亦或是他在这个当中 采取一个不合作的运动 这个都是出于个人的 在这个价值当中的选择 当然在威权的时代 我相信如果他做了一个激烈的选择 辞职 或者当场表达反对 恐怕他也会惹来杀生之祸 OK 在军法的体系里面 容不得你做不同意见的表达 而且这个判决也不是 那几个最爱的法官的判决 一定是一个更高层的政治判决 没有错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促转会 需要去了解这些历史的真相 需要知道这些机制是什么运作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张天兴这样的一个发言的不当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的错乱 所以我们大加大方 我们非常不能认同 违反了我们追求的这种价值 是 家庭因为时间不多 我追问一个问题 您认为在未来岁月里面 在民进党相关的这种必须严守随行政中立的部门 会有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吗 这案子说真的不能再发生 对民进党信用是非常重大挑战 您认为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这个起点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些机构都叫独立机构 是 没错 甚至当时黄黄雄先生 也有人说他是民进党党员 国民党在骂 但是我们早就告诉他说 告诉大家说黄黄雄先生早就退党了 对不对 现在从头到尾在这个组织里面 我只讲一句话 我认为经过张天兴先生这样的一个 我现在已经不称他副主委了 因为他辞职了 张天兴先生这样子的一个发言 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样的一个作为 是给未来所有这些独立机关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不容许未来再发生同样错误 如果我们厌恶国民党过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不能跟国民党一样 如果过去国民党把手伸进司法 我们就不可以把手伸进司法 如果过去国民党曾经用他们的威权体制 压迫所有的机制 我们今天就不应该跟他们一样 好 彭老师15秒钟决定不好意思 我想这是一件在我们民主发展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的事件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为了台湾的未来 都应该要坚持民主跟法治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是能够在法律之上的 张天心告诉我们 我可以不管法律不管证据 我想这太让人遗憾了 10秒钟结论不好意思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提醒所有的这个 在政府机关做事情的人 就是红线在哪边自己要知道 OK 红线在哪里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了 两个手板做一个小结语 制造麻烦的思维肯定无法用来解决麻烦 不仅不能解决麻烦 还制造更多的麻烦 首都市长过去有这样一段说法 得到年轻人热烈的称许 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看你不顺眼就把你干掉 转型正义不要变成胜利者的正义 这是柯文哲市长所说的一句话 我是变远天空室 我家云南俊宣 明明同时间我们云端再见 谢谢四位 谢谢 谢谢